卡车司机车内吃泡面被罚了2000块钱这个事 罚款厂方做出了最新的回应 说公司没有对司机本人罚款 而是依据合同扣罚了供货商2000元的违约金 供货商收到这个扣罚以后呢 转而扣罚了司机1000块钱 但是后来呢也把这笔钱退给了司机 回应中要说明的应该是这三点 第一公司没有越阻代庞违反法律法规做行政处罚 第二公司没有罚司机是对货主进行约定扣罚 第三这个钱已经退还给司机了 但是我的私信后台接到了很多内部人士的爆料 这个探索有限公司同一园区 还有另外一家同一旗下的公司 一个创新材料有限公司 两家公司是同样的领导在管理 我们来看看爆料人给我们提供的罚款案例 大卡车司机被罚的案例 车牌号与尾号是3678的 中途停靠违规罚了2000块钱 遇尾号5829 司机擅自撕开封条下车 罚了5000 车牌号继尾号是8978 中途停靠罚了2000 接下来看看合作方的建筑工人 也被罚款的案例 湖南一个建设工程集团 施工队两名员工没有按规定 佩戴口罩 违反了这个公司疫情防控的要求 扣罚了这施工单位违规人员每人5000块钱 共计1万块钱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两位工人在整个空旷的工地上救他们俩 在空旷的户外还要求干重体力活的工人戴口罩 工人喘得上气吗 卡车司机车内要求佩戴口罩 有的人患有哮喘 有人患重度鼻炎 同样都可能会喘不上气 司机是在自己的车上密闭的空间里 与其他的人员保持着安全距离呢 这个口罩是必须要戴吗 这种明显违反常识 而且是你工厂内部的规定 真的是为了防疫吗 还是为了罚款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工厂对内部员工的处罚 一位员工外面叫了个餐 被罚了一千块钱 另外一名员工排队不规范 被罚了五百 甚至还有员工因为不收餐盘也被罚了五百 私信我的网友给了我九张这样的图片 时间是从今年的10月14号到10月30号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一共八起处罚 共计罚款两万八千七百元 半个月呀 这些罚款全部是来自于一线的劳动者 其中大部分是货车司机 他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 现在我们再结合爆料看看吃方便面被罚两千的事 昨天厂方给出回应了说 他们并没有罚司机 而是扣罚了货主的钱 就好像他们不知道货主最后还是会扣司机运费似的 他们回应扣罚是与对方有约在先 可是他们回避了这个约定 并不一定是平等谈判出来的 而是在他们拥有绝对话语权的机制下 单方面制定的规则 短短16天就有这么多一线工人违反规定被罚款 我觉得这已经不算要求了 这不是苛求吗